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伤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讥讽的冷笑 从众人脸上逐一扫过 单手绝印一起 寒声说道 浑天一乾坤 那漫天流星树然颠倒 整个世界倒悬 浩瀚伟丽从天而降 无数星辰光辉散发出炽热之光 恐怖之力攀升到了极点 不好 众人都是心中一颤 那漫天飞逝而下的流星 竟然开始暴动起来 浩瀚心力涌出 竟然是要爆开 伤凝声说道 这浑天之内 我便是真神 禁树给我死吧 他大手一抓 天地巨颤 呼 无边恍惚不定的星辰微压 禁树爆开 毁灭之力 冲击着四级八荒 所有强者 禁树受到浩瀚之力冲击 一下淹没进去 夜空之上 无数流星 爆成碎片 化成长长的碎石带 在那太虚道果四周流转 深不见底 整个天空上 一下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伤那巨大的腰躯凌厉 轻面环京 冷冷的凝视着四级环宇 撤 大地之上 众人都是惊骇起来 以他们的力量 完全没有资格 参与刚才一战 但漫天都是 超凡入胜的绝世强者 一招被灭 所有人的脑子 都是实话了 正正地看着 就连害怕都忘记了 几名妖族之人 也是张大嘴巴 像是雕像一样 呆在地上 菲尼心中一紧 猛地抓住李云霄的手臂 露出金融 一招灭杀满天的超凡入胜 这是真的吗 李云霄也是心中极度骇然 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北镇南说道 十方规则 在境界上 要超出九天境一个层次 拥有如此威能 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 这大妖 并未完全掌控释放规则 还只是半神之境 一招击杀几名超凡入胜 是不可能的 瓷一下子出现在伤的身后 惊悚道 伤大人 他们都死了吗 浑天一下 只有他未受到冲击 此刻也是惊魂未定 刚才那一招 浑天一乾坤 太过恐怖了 根本不是人间该有之招 伤冷哼了一声 盯着那流转的碎石袋中 韩生说道 都出来吧 躲在这里面有意思吗 身为超凡入胜的强者 死也得死得像模像样才对呀 但是那碎石袋中 依然是一片寂静 只是绕着太虚道果不断的旋转 如同天体心环 既然都在装死 那我就摘这枚果实了 伤的眼中爆出炽热之色 他也知道自己目前的状况 离真正的成神还有一步之遥 若是能够吃下这枚道果 必然踏入那传说中的境界 成为这天舞界十万年来的第一人 数万年的执着追求 就在眼前唾手可得 认谁会不疯狂 他一步步的向前迈去 每一下都仿若万金之重 踩在规则之力上荡起涟漪 大地上所有人都闭住呼吸 紧张地看着这历史性的一幕 即便没有道果 以他此刻的半神之境 也是这十万年来第一人了 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 悲喜不定 但不管是何人 都对天道生起无边的敬畏之心 伤数步之后 一下踏入那碎石星带中 将一方星石踩成粉碎 突然 一道清光浮现 发出刺眼光芒 疏然斩了过来 明轮化作墨盘大小 上面满是诡异可怖的符文 发出强烈的气韵颤声 似要割裂这星夜空间 齐圣锋的身影疏然出现 随后便是大剑古尘 一挥之下 百万玉龙腾空 咆哮而上 出手 唯青的声音也骤然响起 江山如画飞了出去 激发到了极致 像是战剑般发出冲天的金光 直接击向上 与此同时 另外几人也是逐一出现 闪动之下便绕在山的四周 纷纷出手 刚才一招之下 震撼人心 每个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 但比起心灵的冲击 身体上的伤势微不足道 这一下 再没有人敢藏桌 出手都是志强的杀招 妖词大害 惊到 商大人 小心 商的脸上涌出轻蔑之色 双手紧握之下大吼一声 额上 金银双脚上 光波激荡不停 全身散发出浩瀚伪力 他的眼眸 一下子化成黑白二色 漫天星辰下 浮现出太极图 足有树木之大 一下将所有人笼罩进去 就连明伦和古城之力 还有那江山如画 也在这一刹那静止了下来 所有灵气尽失 不好 这是祸斗一族的天赋神通 太极封天印 端木有欲惊叫了一声 顿时感受到一股毅力压制 全身像是被束缚了起来 竟然不能动弹半分 其余之人也是如此 丹田处像是上了一把锁 满身原力 一下子被截断 怎么会这样 玄化惊呼起来 悍然道 一下子就疯掉人的神通 这还怎么玩 伤脸色一沉 头上的金银双脚 不断闪动着强光 双瞳一黑一白 流转不定 他冷冷的看了众人一眼 便继续踏步向前 往那道果而去 齐圣锋满脸英智 韩生说道 大家不用慌 此招神通 西年名正天下 想不到祸斗一族 还有人未死 太极封天印 封三界五行的一切万物 但此招 唯一的缺憾 便是施展到极致后 他自己也无法再用神通 柳飞烟道 原来如此啊 否则的话就真的无敌了 齐圣锋冷横道 若是一边封印天地万物 一边还能动手杀人 这天下早就被祸斗一族统治了 如此逆天之事 有违天道人伦 是不可能出现的 商突然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来 痴声笑道 天下间没有不能之事 只要我留下一成力量 便足以出手杀掉你们 齐圣锋冷笑道 现在即便全力施展封印 也最多封我们十席 九成力量能封我们三席吗 商突然一笑 你说的不错 九成力量的确没有把握封住你们全部 但十席足够我取得道果了 他一下转身便走到太虚道果之前 伸手便去采摘 突然天地一颤 空中那黑白二色太极图 疏然溃散 太极封天印 瞬间瓦解开来 一道巨大的浮印缓缓升起 随后就消失 众多强者立即恢复自由 摇晶梁惊道 不是说可以封十席吗 这才七夕功夫而已 其余之人也是面色凝重 但一个个原力运转到极致 万分警惕起来 现在他们对商的忌惮 已经达到了顶点了 商同样是脸色大变 他的手停在那道果之上 一尺的距离 只要刹那便可以取下 但是他却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直接涌向心肩 那股寒意让他感到异常危险 若是自己执意拿下道果 怕是不死也得重伤了 小娃娃很聪明 直到不能动 天上传来一声怪笑 那声音难听至极 所有人都是皱起了眉头来 啊 是那鬼王 菲尼一惊 只见那夜空下 鬼王的身躯慢慢浮现出来 正盯着那太虚道果 口水泛滥 毫无强者风度的往下流 滴落在胸膛上 之前 所有见过鬼王出招的人 都是忍不住心中一寒 脸色有些发白起来 齐盛风则是眼前一亮 随后露出狐疑的声色来 伤得眉头一皱 鬼王 小娃娃 你认得我 鬼王的眼珠子转了几下 手指在脑袋上轻敲 似乎在思索 嗯 好像是见过 不过霍斗一组 都长得差不多 也许我见过的是你的一些先辈 也说不定啊 一道人影冲向了天空 正是妖狸 惊怒不已喝道 鬼王大人 快住手 你是我用契约召唤出来的 怎么跟我的伙伴作对 鬼王 节节的怪笑道 酒离族的小妮子 酒离族的小妮子别生气 我吃掉这枚稻果后 就立即完成我们之前的契约 你 离大怒 寒声说道 这稻果 鬼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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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忘了契约的内容 你若是执意取道果的话 就休怪我用契约来镇压你了 即便我本身受反射而死 也要托你一起下地狱 你说什么 你敢威胁本作 鬼王又惊又怒 身上的恐怖气息涌了出来 面色上一片绿光闪闪 内心极度愤怒 商悠悠地说道 不守契约的鬼王 可不是好鬼王 这稻果对我而言太过重要 否则即便献祭给你又如何呀 鬼王脸上阴沉不定 吐出星红的舌头 扫了一下满口的唾沫 一双眼睛还是盯着那稻果 似乎不想放弃 维青的内心也是忐忑不安 这鬼王出现了 那罗青云和鬼修罗呢 不会被全灭了吧 那损失之大就难以估量了 哼 两只妖怪 这是完全不把我们 放在眼里的节奏啊 玄化脸上凝笑一声 抓起长弓 原力灌入其内 顿时射出珠光宝器一片绚丽 他缓缓地拉开弓来 直至满月 破甲百玄剑 一道白光在长弓上凝聚成剑 指向前方猛地射了出去 咻 侧耳的破空声响起 那道白色剑光在空中舒然分解 一下子画成千千万万密密麻麻 像是稀稀利利的雨点打落